我们刚刚刚柯文哲讲什么 现在是蓝绿一起贪污 那我这受够了 那我受够了这个台资光八年了 八年为什么没处理 你不是说你这件事情不敢处理 你其他都敢处理 为什么这个不敢处理 还有更妙的是 你的最后一个公文 等于说12月23号 你25号你就要走 最后一个公文 你居然也是讲台资安 台资光 这件代表是你心头里面 最重的一块 那我讲说他是恶行恶状 必须公告于事 那你在任内为什么都不处理 而且我觉得吧 你这不是此地无疑三百两 把你内心的最大恐惧 给暴露出来了吗 保安哥 柯文哲有个特点 他很擅长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 然后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 但是有个共通点 通通都是错的 这是柯文哲的特性嘛 我问一下 各位柯文哲第一时间 这为什么要跳进来这个案子 为什么 因为陈从文被收押了 对嘛 因为陈从文从4.6亿拉到5.5亿嘛 整个议会的预算往上拉嘛 所以陈从文被质疑 所有的汤物治罪条例嘛 那请问一下 柯文哲这时候跳进来 对不对 但是他的目标跟对象到底是谁 其实是蒋万安嘛 他是要对准蒋万安嘛 说这是你蒋万安乱搞的嘛 但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请问这整个案件最大的问题 一开始开端跟起始点 是哪一个政治任务 郝龙斌啊 对 是郝龙斌嘛 郝龙斌圈了一个 上权入国的条款 25年每年4亿 还不止如此 接下来所有的纸约 都要以台智光为优先 台智光在哪里做这个 97%的生意都在台北市 各位我直接讲白话文啦 整个郝龙斌让台智光 可以在这25年间 垄断整个台北市政府的网路市场嘛 对不对 这是第一件事情嘛 那请问一下 你柯文哲 你现在打着讲万安 但是你又说问题是郝龙斌 那你就没责任了吗 错了嘛 当然不是嘛 各位 那他有什么责任 请问一下 你今天是你签的 现在是你讲万安在干的 你怪我干什么 对 保洁哥那来了 那请问价格是谁定的 那价格是他定的吗 那价格是柯文哲定的嘛 郝龙斌只是说 我把这个东西特许给你嘛 但是特许之后 请问价格怎么定 来各位 106年的时候出了一个怪事 那时候柯文哲跟台智光 签了一个什么合约 什么约 说未来呢 我们所有监视器的态换 跟你的网路 我们把它连结在一起嘛 各位你知道网路跟监视器 到底关联性在哪里吗 我现在讲给你听啦 我前一阵子 包括我自己车子有撸坏 你知道吗 去警局 你会发现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 它有一个特性 全台湾其他地方都没有 任何一个警察局 都可以调每一支监视器 那为什么 因为它全部都连结网路嘛 所以你可以东看西看 东看西看 但这时候来了 柯文哲在106年的时候 说到什么 我们把全部的摄影机 它也换成200万的话数 宝刘哥你知道这问题出来哪吗 问题在哪里 200万的话数 听起来很优质 听起来很好 对不对 但还有一个大问题 请问传输量 是不是相对应要上升 对 当然嘛 你传输量相对应上升 各位你就讲白了啦 每一张图片 画质越精美 你LINE在传的时候 是不是 它时间要越久 对 结果你如果用两面的会怎么样 会断格 会变成漫画 会抽格 会变成这样 每一个人就变成这样 变成分裂了嘛 就是说你的东西配合不起来嘛 这是柯文哲做的第一件事情 他要求所有摄影机 换成200万话数 再来109年 他就做了一件配套的事情 他说 三妹 宝刘哥你知道原本合约里面 没有三妹吗 没有 没有三妹 本来只有两妹跟四妹 他突然定一个三妹 然后价格说 要2200块 这时候毛利就来了 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不用这个三妹 理论上可以不要嘛 对不对 那画质可能会有点出问题嘛 但是柯文哲自己的公司 他所聘用的顾问 跟大家讲说什么 其实可以不用 但柯文哲却说一定要三妹嘛 所以你200万就是要配三妹来使用嘛 可是柯文哲不是讲吗 我就是要两妹是议会 逼我要三妹的啊 来各位 我跟各位讲一个概念 议会可以决定的是什么 议会可以决定的叫做预算的总额 但是今天这个约是谁签的 执行是谁执行的 市政府 柯文哲嘛 是柯文哲执行的吧 来各位 我给一个观点很简单 我今天给提包 市议会可不可以给你10亿元 那你柯文哲要花多少钱谁决定的 你柯文哲决定的啊 我可以执行50% 我可以执行40% 预算不要执行完嘛 所以各位你搞懂了嘛 从一开始是柯文哲先让这整个合约 被迫要用比较好的画质的摄影机 比较好的画质之后 就用比较好的网络 然后把这个价格给订定 订定完之后 后面后手都只能被迫这样做嘛 这时候好我们讲完了柯文哲的部分 有个人讲说 柯文哲没错啦 这个约不是你订的 但是你能够配合台智光的 你也都配合了 对 郝龙兵只是开给台智光一个大门 在当中电阶梯往上爬 价格水涨船高的是谁 是柯文哲嘛 好这是我们讲完柯文哲的责任 那陈崇文的角色是什么 陈崇文就是负责把钱包填满的那个人嘛 因为今天预算是不是原本只有4.6亿 那三美2200有没有办法执行 没办法不够钱嘛 所以陈崇文把预算拉到5.5亿 是不是就可以造就执行了 可以 对嘛每个人扮演的角色是这样嘛 好这时候都讲完了那请问柯文哲 所以难怪今天问说 你有没有跟陈崇文吃过饭 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讨论台智光的案子 你是真的陈崇文一路的杀到底 还是你们在唱双红 当然嘛宝洁跟我讲了一个是塞钱的人 一个是花钱的人嘛 两个就是要一搭一唱没有少了一个要角 这件事情都做不了 所以你看王毅川讲说什么 他说请问一下你柯的战情是 有没有跟陈崇文还有讨论台智光的事情 有的话对话记录会议记录拿出来嘛 为什么公开透明啊 你跟艺人对话 宝洁这不是说什么 我今天市长跟他私下吃饭哦 不行哦 你要有公开记录哦 再来请问为什么都让这个局处继续签纸约 纸约是什么 2200块的价格啊 保得跟我跟我讲啦 今天如果这个价格签120块 你就会不会有意见啊 不会有意见 对嘛 所以你柯文哲签价格是里面最大的猫腻嘛 好那我们讲完了 你表面上我跟台智光对抗 表面上你这个所谓的我搞复印 可是事实上 你做的所有的动作 都在便宜人家 对嘛 那我再问一件事情好了 好深哦 柯文哲是不是有五大弊案 对不对 对 今天吴宜轩跑出来讲说 哎呀你讲完了 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的话 你应该废止啊 而且你要接壁嘛 对不对 市值不要偷两次 那我问一件事情就好了 你柯文哲五大弊案 有哪个半成 没有半个半成 那请问这个是不是弊案 是弊案 这是一个大弊案 它可以成为你唯一成功的大弊案 而你柯文哲也早就注意到 这个合约怪怪的 而且郝龙斌的合约是从2012年就签到了 但为什么这把你完全闷不吭声 反而配置他继续照干 不要再跟我扯议会 议会只能提供给你钱 议会能够唯一制裁你的方式只有什么 我把你预算三减嘛 他有三减你预算吗 没有 还把你预算往上高 你怎么会 我好委屈哦 因为人家给我一堆钱 然后害我还会花钱 我好委屈 我只能忍辱付责 还说蓝绿 对吧 蓝绿共同贪物 不要再说小话啦 重点是你柯文哲自己在里面 好 但是我要讲完了 柯文哲这个时候为什么 没有人cue他 要跳出来杀蒋王安 要跳出来把焦点 为什么 转移到蒋王身上 因为他这个叫做 畏罪谢责嘛 把你搞懂了嘛 畏罪谢责 他根本不是为了声量 柯文公布报告 根本不是为了声量 他很清楚一件事情 如果现在陈冲文被压了 包括为什么这个公文 他留在身边 陈冲文被压是关键 对嘛 他只要说 为什么公文放在这边 接下来会不会找到我头上 各位你搞懂了嘛 根本不是什么美光灯 他急着要把整个锅 甩到蒋王安身上 泼屎泼尿 把抹黑的东西先往上泼 反正呢 就不关我的事 我要赶快谢责 因为各位你别忘了 柯文哲他有个很特性 他是什么 他是全政坛里面 最胆小的政治人物嘛 遇到事情 他闪定一名嘛 都跟我没关系嘛 但是你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不管你是有人说 听黄山山的一条 做什么一条 你把这个事情往蒋王安身上 狗的时候 你忘了 蓝跟白 还有另外一个人在谁 旁边 绿 民进党嘛 所以现在民进党 贾成门蛋 你绝对了 你吃不完兜子手 准备跟陈冲文当兄弟 好 所以各位 你曾经也在公布门呆过的事 这个东西刚刚讲的 他今天露出马脚了 他最害怕的事情 居然把那个公文丢出来 公文丢出来 反而是露馅了 你知道以前我们的政务官 从来不会有人说 要把公文带回家的 那如果公文带回家的 一定会出事的 也就是说出事要自保 所以先把东西留在手上 哪一天看这个风向不对的时候 把他丢出来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今天看起来 柯文哲的确是紧张了 自保 他是害怕了 平常来讲 我们看到柯文哲是想要博声量 不是吗 想要对媒体 希望讲一些话 结果今天不是 今天他一直在甩锅 不是 你在猜票 我觉得天边讲 你要离开 我们讲12月25号 是你的最后一天 你在12月23号的 几乎在凌晨的时候 丢出这个公文 丢出这个公文的时候 马上去撇清你 跟这个所谓的台智光的 这个所谓的关系 那不真的是 此地无赢三百两吗 那我们回顾 是那个陈从文被收押 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案子 应该被检察官 盯了也很久了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手 而这个时候出手 又涉及到说 这个柯文哲又准备拉出来 拉出来又跟郝文斌 跟蒋万安两个扯在一起 然后今天来讲的政策会 我们知道 民进党的政策会 长期以来都是在打选战的 他不是单准做政策 说什么 自国方便的之类的 不是 他是打选战用的 而且刚才讲 而长期以来他就在仰案子 对 不是 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管道 是 然后他可以去在那个 蓝鱼里面也好 或是现在的白鱼里面 甚至还有些卧底在里面的 他有卧底 他里面会有拿这些东西出来的 也就是说今天 你看到王毅川的出手 他绝对不是单纯的 因为他一定是手上 已经有好几部后面的资料 他知道柯文哲 你接下来怎么会反应 然后已经算计了好几部 你接下来怎么会 你有跟陈中文吃饭吗 对 在吃饭的时候 有没有谈到台湿高的时间 然后你回答是或不是 他下一步一定还有下一个 要追问你的东西 所以今天没有那么简单 今天看起来是什么 在赖清德的520之前 看起来有一个手在那边动了 然后那个手在动的情况下 不只是 而且这牵扯的 刚才四中也讲到 那个水很深 现在有一个江湖传言 当然现在被蒋万否认说 因为李四川是看不下去的 李四川是直接叫廉政出来 办这个案子的 对啊 那是说是办谁 是办好龙斌吗 还是在办柯文哲 当然办柯文哲 对嘛 所以说到这个约是谁牵的 是好龙斌那要牵的 所以这一团乱仗你知道 到现在为止来讲的话 绿颖在旁边是看着好戏 而且是什么 是知道说接下来 你们蓝白之间先互咬 互咬之后变满嘴毛不是吗 满嘴毛之后 我再来整个收拾战场 有利于接下来的九合一的选举 所以董事长 这里面的水渣嘛 神 我现在要把那个大环境整理一下 首先第一个 柯文哲一直立志要选2028 对 他选2028又威胁到我们赖清德总统 对 跑不掉了 所以他跟赖清德总统 两个是C对K 王毅川跑出来就是这个背景 这第一点我讲 王毅川出来代表民进党的发言 就是他们这个基础的 这个结构型的这个冲突 所以他们的关键是要打柯文哲的 对 没有办法的事情 一定要打柯文哲的 这是结构 然后柯文哲自己本身又不干净 第二点 柯文哲的问题在哪里 你什么公文不带回家 我不知道还带哪些 但马上第一时间 看到人家收押 他马上把他这个公文丢出来 他干嘛 自保嘛 就是自保的事情 这是第二点 我就讲柯文哲的问题 那柯文哲大致上 我们现在讲 其实他 柯文哲如果有跟厂商之间 有金钱往来的话 这个事情贪污制度条例成立 那今天陈从文这个东西 已经被收押了 你以为陈从文收押 这个事情是偶然吗 当然不是 偶然嘛 对不对 他只打了一个电话 是光一个打电话就收押吗 当然不是嘛 所以我刚刚讲了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 第一个 这个朱立伦家族为什么退出 我现在听到现在结果 我怀疑朱立伦家族的退出是 在柯文哲的淫威之下退出 那个时间点 刚刚有先讲要定价钱嘛 他说你现在朱立伦在 我就不愿意给你朱立伦嘛 所以他说蓝绿本身有搞头嘛 所以蓝绿绿的是谁 绿的到底是谁 柯文哲现在话讲一半嘛 然后这个事情 中间早就可以解约一万次了 他故意不解约 故意在那边搞 可以解约吗 不 他当然可以 不 他五大弊案没有一案成功 他都敢打 为什么这个不敢打呢 对 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做政府生意 一百亿的生意 后面没有背景 就靠这四个审议四亿元 对 吃得下来吗 吃不下来吗 不可能嘛 我觉得刚刚最妙的 你也不要建置费用 你今天用的什么公园 马路 地下管沟 全部都是市政府免费提供 免费提供基本是成本最少 成本最少的状况下 刚刚讲的 人家中华电信 人家的Cable台 早就已经建置了 有建置了你不做 要重新来 重新来 你还把他所有的风险 全部Cover掉 好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你以为王毅川问这个话 是跟柯文哲 柯文哲会回应吗 不会 那问题是谁会回应 检察官会回应 检察官会问 我问陈重文 你跟他什么时候吃过饭 陈重文第一天 现在要干嘛 你知道吗 要当污点证人 他也怕是怕 陈重文当污点证人 陈重文八年 跟他合作的过程当中 他只要把柯文哲 咬出来这个事情 咬到黄珊珊 咬到彭正生这种咖 他就当污点 他就脱身 这也太可怕了吧 本来就是这样子 不是 我是司法警察 检察官办案 我第一个找就找污点嘛 因为贪污犯 没有污点 没有内线的话 你抓不到的 因为他有精流的问题 他有时间的问题 他有公文的流向问题 他很多故事 没有留下痕迹嘛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最大的突破 王毅川不是在 跟柯文哲喊话 是跟承办的检察官喊话 他表示 他喊话的同时 东西也不断地 往地检那边丢进去了 所以陈重文在被 征讯情况之下 最后一定会出卖柯文哲 因为所有 讲完一句话 对了 他说我们已经找了 一个礼拜了 目前没有找到 留存下来的书面记录 刚才讲到 其实你现在都是公文建党 你现在所有的党案 其实都很好找 你怎么可能说 我找Key几个关键字 党案在哪里都知道了 我怎么可能 而且这个恐怖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我觉得恐怖是你不是书面 照着讲你现在很多 都在电子党案里面 怎么可能说 如果在讲完一讲是真的 连电子党案都找不到 讲完一讲假的 就变成伪证了 好 我要讲 你如果讲说 电子党案都找不到 代表 你的电子党案 有可能被delete掉吗 这太可怕了吧 它是因为 它是2280块 溢价故意砍到尾数 变2200块 那这个2280 到2200的过程当中 总是要假先要开始 议价一次不成两天不成 议价三天 公文来访 所以他在讲说 有这个留存的议价记录嘛 就通通不见了 结果柯文哲碰 打个公文出来给大家看 公文在我家 公文在我家 所以这个检察官 快去收押 快去到柯文哲家去搜索 因为他的公文找不到 在柯文哲家出现了嘛 所以这才是核心问题 我刚才讲 第一个 有污点证人你放心 一定会搞柯文哲 第一检察官很快就会 找到柯文哲约谈了嘛 然后第二个 公文不见了 你怎么可以带回家 在你家出现 什么公文不见了 最重要的议价的过程 有没有放水 有没有放水 看看价钱 我怎么给你的嘛 所以柯文哲才是下一个 要被约谈的犯罪嫌疑人